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会笑出声来 直到我看了他第一部戏 长月静明才知道他演的是真不错 而且当时这部剧特别火 火得一塌糊涂 好的粉丝磕他俩的CP 这部剧火了之后 G203的几部大剧作也陆续开播啦 比如以爱为赢 明安如梦 不得不说 白鹿艳福不浅 都是跟大帅哥合作 观众也看得心花怒放的 总结一句 白鹿 每一部剧都少不了吻戏 吻戏也是相当的逼真了 带入了真情实感 也是相当的敬业 为这些剧付出了不少 能大火也少不了演员的基本功 那我们可爱的鹿鹿 到底出演过多少筷子人口的影视剧呢 1.大王不容易 2017年8月30 腾讯视频播出的 二十集古装爱情喜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张艺杰 这部剧算是陆陆的处女作 当时反响一般 白鹿还没有被发掘 二 凤求黄 2018年1月14日 爱奇艺AndMangoTV 播出的52集古装剧 女主 关小彩 关小彩 男主 这部剧的女主 白鹿 男主 这部剧当时也是高开低走的反响 也没有成为爆款 4.烈火军效 2019年8月6日 爱奇艺播出的48集现当代剧集 女主 白鹿 男主 徐鹿 徐鹿 这部剧的反响非常不错 也是这部剧的出现 让更多人喜欢上了白鹿 粉丝基础逐渐变得敦厚 5.世界欠我一个初恋 2019年9月25日 爱奇艺播出的24集都是言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行招林 可以说 白鹿第一次尝试都是小甜剧 可这部剧不知道是剧情 还是男主的缘故 还是粉丝喜好 没有擦出什么烟花 6.半是蜜糖半是伤 2020年9月27日 爱奇艺播出的36集都是言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罗云熙 这是白鹿和罗云熙首次搭档 就碰撞出了甜蜜的爱情火花 观众感受到了逆逆外外的甜蜜 可CP上头了 7.九流霸主 2020年10月23日 腾讯视频播出的36集古装爱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赖意 这部剧在腾讯视频播出 反响一般 没有白鹿在爱奇艺播出的效果好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剧情和男主的问题 观众还是挑人的 8.玉楼春 2021年7月26日 优酷播出的43集古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王毅哲 玉楼春这部剧也因为男主的知名度 拖后腿了不少 但是并不影响这部剧的质量 还是值得一看的 9.周生如故 2021年8月18日 爱奇艺播出的24集现当代爱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任嘉伦 这部剧当时也是火得一塌糊涂 任嘉伦当时的名气还是挺高的 强强联手 把这部剧推向了顶峰 10.一生一世 2021年9月6日 爱奇艺播出的爱情剧 这部剧能搜到的资料很少 当时的反响也一般 不是很好看也不难看 11.王牌不对 2021年12月26日 爱奇艺播出的40集战争剧 女主 钟楚希 男主 黄瑾瑜 女配 白鹿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是不容小觑 反响也不错 白鹿在这部剧只是女配 所以无重点说 忽略不计 12.警察荣誉 2022年5月28日 爱奇艺播出的38集都市警察片 女主 白鹿 男主 张若云 这部剧挺热血的 也是强强联合的一部佳作 男帅女亮 甲偶天成 接下来的2023年 是白鹿事业丰收期的另一个高峰期 分别在优酷 芒果TV湖南卫视 爱奇艺播出的三部大制作都成了爆款 可谓是顺风顺水 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让各位观众也是迫不得已开通了三个平台会员 轮番切换看剧 这种现象级影视剧 在近几年已经不多见了 13.长月静明 2023年4月6日 在优酷播出的40集古装仙侠剧 好的 看看这一题怎么样 问题 哪一个月有28天 罗云熙 这是二位主演第二次合作 合作极爆款 真的看得好心虐 男主一直都在受伤 14.以爱为盈 2023年11月3日 在湖南卫视播出的36集都市严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王鹤弟 俊男靓女的组合 可谓是万千少女的宠爱啊 哪个少女不喜欢这种恋爱恼的剧情啊 加上王鹤弟近一年大火 也为收视率提供了催化作用 15.宁安如梦 2023年11月7日 在爱奇艺播出的38集古装剧 女主 白鹿 男主 张灵鹤 张灵鹤也是从苍蓝爵之后慢慢的名气上来了 这次搭档白鹿 更是有望夫体质 两个人的虐恋终成正果 观众也是看得悲喜交加啊 结局了还是回味无穷 出道七年多 已经给观众奉献了15部佳作 带播剧两部 已经属高产女王了 她在剧中人物的灵动性 可塑性 不是每一根演员都能做到的 而且每一部剧的兢兢业业 牺牲都不小的 基本上都有吻戏 还有都是搭档帅哥 白鹿 这个名字如今已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她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 然而 这一切的背后 是她在娱乐生涯中的坎坷与成长 白鹿最初因表情包而为人熟知 她以独特的表情和率真的形象 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然而 真实的白鹿与表情包中的形象 形成鲜明对比 在真人秀中 她展现出大咧咧却真实的个性 使观众更加喜欢她那不拘一格的一面 白鹿的家庭背景 和与父亲的关系成为她娱乐生涯中的支持力量 与其他明星相比 她在消费观和生活态度上独具特色 这使得白鹿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明星 她以真实大方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成为内娱活人的代表 这一形象不仅在娱乐圈内深受欢迎 甚至还引起了其他明星的模仿潮流 白鹿所展现出的真实性格 成为她事业腾飞的重要推手 然而 在娱乐圈初期 白鹿却被冠以花瓶标签 外貌和缺乏演技 成为她发展的一道蓝鹿虎 然而 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通过努力提高演技 终于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戏录机会 白鹿的演技之路 正如她娱乐生涯一般 曲折而坚韧 白鹿曾被贴上内娱仆女的标签 她在古装剧中的角色和外貌 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对她外貌的批评 让她陷入了一场外貌与演技的较量中 好在她用实力 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白鹿的娱乐生涯充满了曲折与辉煌 她在娱乐圈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真实大放 更是她在面对困境时 展现出的坚韧和努力 负面舆论虽然会给明星带来一定的压力 但白鹿通过积极的态度和实际行动 成功地改变了公众对她的看法 她的娱乐生涯 也呼应了现代社会对于真实性格和实力的追求 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艺人 总的来说 白鹿的娱乐之路 既是一个个体成长的过程 也是娱乐圈多元发展的缩影 你喜欢白鹿吗 你认为白鹿演过的戏中 最和她有CP感的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吧 我认为白鹿的娱乐和冬天 你认为白鹿的娱乐